我们老婆那么伤心把我们判了 家人家的连骨头都找不到 镜头前的三人正跪在空缝前 哭着烧纸钱 他们只不过外出了一天 回来竟发现 家门口的四座祖坟被遗为平地 里面的遗骨更是不知去向 这种亵渎仙人的事情 让三人悲奉交加 这个事情不是关系的我要要一个啥子的问题 而是关系的我立业的问题 关系的我们注重一个交代的问题 这一家人姓黄 他们怀疑祖坟被刨 与不远处的施工队有关 此前黄家人为了防止施工队误入祖坟 特意在坟上插了四个坟漂 提醒工人一定要避开这块地 现在好了 坟漂倒了 地被挖开了 就连埋在地下的遗骨都不见了 这位何大姐有些神圣叨叨的 表示自己祖坟被刨的前一天 从未见过面的公公给他脱梦了 于是第二天早上 何大姐特意到祖坟前看了一眼 确认一切爱好才外出办事 总之晚上何大姐回家 经过祖坟时发现 这块地已经被挖开 土都堆成了一座小山 这种无助和绝望 恐怕经历过的人 才能体会得到 愤怒的何大姐 排上了家里面的几个亲戚 无论如何 也要找到施工队 算算这笔账 总之施工队的工人表示 他确实接到通知 要将这块地推平 但是他推之前 黄家的祖坟是挖开状态的 里面空空如也 至于是谁挖的 里面的遗骨去哪了 他就不知道了 这就奇怪了 不是施工队的人干的 还能是谁呢 何大姐外出一天 回来祖坟全被推了 挖地塞尺 土下面的祖先遗骨 不知所踪 就连施工队也是一头污水 这位施工队小哥表示 当初受到推土命令时 他确实有看见三个罐子 被挖出来放在一旁 罐子是挖好的 但罐子里面全是空的 根本没有看见遗骨或骨灰 事情太过蹊跷 黄家人于是又找到了 工头 明确表示 他们不是来所要赔偿的 只要把他们祖先的遗骨还来 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 工头也很无奈 说话支支吾吾的 只是向黄家人表示 施工的命令 是工管委下达的 具体是哪位 他不方便透露 至于罐子里的遗骨去哪了 工头表示 他也不知情 他们施工前 封地已经被清理出来了 其实 整件事还另有一点 黄家人的房屋 为什么会在施工工地旁 施工队 又为什么要开挖 他们蒙签的地呢 这一记者询问才得知 黄家的房屋 原定是要拆迁的 可按照拆迁政策 黄家只有黄老台一人 能享受挨置条件 其他人没有挨置房 和拆迁补偿款 这让整个黄家都不能接受 并拒绝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 成了当地的钉子户 虽然黄家的房屋 不在施工的范围 但是房屋前面 也就是祖坟所在的地 是在施工区域里面的 几年来 黄家以祖坟在这围由 多次妨碍施工对施工 阻碍进程 所以祖坟消失后 黄家人直言 是施工方滑横在心 趁着他们家没人 迅速推平了祖坟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件事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黄家祖先的遗骨 还能找得回来吗 丁子户外出一天 回家后发现 四座祖坟被遗危平地 遗骨不知去向 这种行为相当恶劣了 难道自己只是不同意拆迁 就要这么惩罚他们吗 拆迁应该如何挨置 本就需要互相协商 双方达成共识后 黄家人该斑斑 该牵缝牵缝 但工地上这种做法 很明显是一种威胁 今天就敢拆祖坟 明天是不是就要乔推房子了 黄家人于是又找去了公管委 怎知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管委并没有对施工队 下达任何指示 并且他们正收到过一组照片 祖坟被推的前一天 其实里面就空了 只留下四个大坑 所以施工方才有土 把这四个大坑填平了 至于里面的遗骨去哪了 谁挖的他们就不知道了 刚收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公管委还以为 是黄家人自己搞的切坟 听到这样的说法 两位黄家老太奔不住了 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事乖些人 他们无论如何 也要找出真相 带着怨气 黄家人又找去了当地真正府 何大姐一见到公职人员 更是直接跪下 祈求归坏一股 公职人员显得也很无奈 本次拆迁 村里面大概有200多个缝要处理 他们只是要求施工队 在一到两个月内 处理完村民的战地纠纷 至于施工队是怎么做的 他们就不知道了 整件事似乎没了个结果 三方都在互相推责 绝望的黄家人 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何大姐更是抱着公公的一朝痛哭 拆迁讲究的是公培资冤的原则 村民占有施工工地固然不对 但祖坟事关先人 强拆强推肯定是不道德的 大家对这件事又怎么看待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